你这小生板打人有感觉吗 大家好 欢迎来到搏击相对论 喜欢的朋友可以点击一下关注 第一时间获取最新的精彩资讯 今天咱们继续跟随积入巨汉顺良轩大轩 看看他和中国万里冠军魏思成老魏 打拳结果会如何 昨天120公斤的健体运动员 大轩和70公斤的职业斗案运动员老魏 掰手腕 结果70公斤的老魏 把120公斤的孙良轩秒杀 以小博大 获胜后的老魏有点飘了 他从北京赶到徐州 再次向大轩发起了挑战 我没想到你竟然敢来徐州挑战我 大轩不禁发出疑问 是不是老魏觉得掰手腕能赢过自己 就什么都能赢过自己了 老魏的回答非常实在 对对对 是这么想的 大轩表示 因为掰手腕是老魏的专业 输业有专攻 今天老魏如果想和自己PK 就得找一个都不是双方专业的运动项目来PK 老魏让大轩选 好家伙这下把老魏给惊呆了 吓得老魏直接爆出了家底 大轩嘲笑老魏 就你这小身板打人有感觉吗 老魏建议 要不你试试就知道了 憨憨的大轩同意了 要先试试老魏的拳 我们来看一下 看老魏这出拳的动作 绝对练过 这一拳的力量绝对透进去了 打得大轩仿佛灵魂脱离了肉身 这一刻大轩的全身都是软的 只有嘴是硬的 眼看大轩的嘴这么硬 老魏也不惯着他 必须得给你安排明白 听到老魏又再来一拳 吓得大轩急忙拦住 表示这次轮到我了 机智的老魏立刻认输 老魏的智商实在是太高了 眼看自己要挨打 马上认输 宣布大轩赢了 死活不让大轩打自己 大轩不吃这一套 怒吃老魏 看来大轩一定要抱 刚才的一箭之仇 大轩质疑老魏的护具 跟自己的不一样 老魏对此解释道 大轩询问吃瓜群众 这公平吗 老魏先生夺人 公平的 看来老魏逃是逃不掉了 大轩转了一下胳膊 一拳打出去 虽然动作不标准 但是感觉力量仍旧非常大 这一拳打得老魏 直接想念妈妈 行不行 回家了 你小妈妈了 来打两局 回家了 打两局 我都打两局 我们来看一下 鸡肉巨汉顺良轩 对战斗弯冠军 魏师成的拳击比赛 70公斤 对战120公斤 双方差距50公斤 100斤 大轩上来 前手虚晃后手拳 老魏后侧躲开 前手击头 后手击腹 感觉明显大轩收着力呢 老魏下陷击腹 老魏前手摆拳 大轩用麒麟臂格挡 老魏不法灵活 下潜肌腹 双方互换摆拳 双方互换后手拳 老魏命中 大轩属于骤装坦克 抗击打能力强 从这几招就能明显看出来 老魏的搏击水平 要比大轩高三层楼还要多 下潜左右手肌腹 打技术的话 大轩太吃亏 于是大轩利用自己的优势 向前压进 打出连续的拳法 老魏立刻招不住了 从双方的比试中 可以明显看出来 这绝对是友谊第一 比赛第二 大轩动作十分笨拙 老魏七十多公斤的身体 再加上确实有些基础 我看应该是练习过 长达两年半的时间 非常的灵活 大轩不断的击土击腹 老魏这一个前手摆拳 把大轩给打晃了 大轩采取压迫式打法 向前进攻 一个后手摆拳击中老魏 这拳应该是大轩的高光时刻 老魏前手次拳 接前手摆拳 双方摟爆 大轩使劲掏老魏 比赛时间到 残谈宣布比赛结果 老魏优势获胜 老魏的这个庆祝方式非常特别 摆不住 摆手腕也摆不过 打也打不过 大轩你这是死鸡肉啊 鸡子的大轩明确表示 好家伙 大轩的嘴是真硬 看到老魏得一忘形的样子 大轩终于忍不住了 看到老魏得死 大轩立刻祭出大黑脚 好家伙 上一秒还说 有一第一比赛第二呢 有一比赛第二 有一比赛老魏赢了 但是如果真打几眼的话 大家感觉谁厉害 我感觉还是大轩完胜 对此你有什么看法 可以在下方留言讨论 喜欢的朋友可以点击一下关注 第一时间获取最新的精彩资讯 下期节目更精彩 谢谢大家